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1月18号 周一晚上的7点50分 今天市场休市 咱们不谈具体的股票 来看一下基本面 为什么要看基本面 因为我们说基本面 就相当于是一个坐车的方向 你把方向先搞清楚了 到底是往北还是往南 然后再去谈你要上哪辆车的问题 还是说你不上车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从下个周三开始 美国新一届的政府 就要开始运作了 所以对于新政府中的 很多的基本面的政策 对于整个的 包括像财政的刺激 包括财政的政策等等 咱们是不是能够 从这个周末的一些消息里边 去提前洞悉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整个的2020年 我们说市场的大幅的上行 大家心里边非常的清楚 主要来自于哪 来自于两大块 第一大块来自于美联储的持续宽松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就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咱们看到目前仍旧是不断的向上在攀升 也是符合美联储之前一直承诺的相对宽松的状态 而且目前整个的购债规模并没有减少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来自于在2020年整个的财政刺激计划 来自于美国政府和财政部这边 所以两大块导致市场 我们说热钱非常非常的多 利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么市场对于风险资产的偏好 变得比以前要更加的要喜欢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在三月份快速跌下去之后 很快在刺激计划的帮助下 整个是形成了一个微型反转 很多的朋友在2020年也是收获不多 那么在2021年 在美国下一届政府马上要开始运行的时候 政策上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咱们应该怎么去看待2021年整个的周期 股市到底还能不能涨 还能涨多久 或者说要回调的话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在周末的时候 下一届的财政部长的提名人耶伦 他现在虽然说是提名人 但是从周二之后 在周三之后 实际上他是不出意外 应该是美国的下一任的财政部长 所以对于耶伦的 他的一些财政政策的表态 那么就会指引着咱们 至少从财政部这边 去了解到美国的政策面上 到底对于整体的市场 对于美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了 实际上耶伦在周末有两条关于他的新闻 但是这两条新闻实际上是代表着两个方向 而且显得非常的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看这条新闻 这条新闻说的是 耶伦认为 那么目前就说美国必须要 下一轮的救助计划执行的时候 要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要一个非常大的大包裹 这个其实也是印证了之前拜登所说的 要提供一个1.9万亿美元的一个刺激计划的提案 那么现在看起来 那么这个计划预计是可能只多不少 所以这是来自于第一点 那么市场预计还有大量的刺激计划会往下去提供 今年2021年1.9万亿出来之后 后面还有没有那是后话 但是现在这个估计是跑不掉的 至少从新的财政部的部长 他的嘴里说出来的 是比较配合的 所以这个不像是之前的 这个努青这边可能会有一些抗拒 那么现在统一了 大家就是要做这个大计划 大的强刺激计划 他说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呢 他说无论是当选总统 还是我都是 都不是在没有意识到 国家债务负担的情况下 提出这项援助计划的 但眼下在利率处于记录低位的情况下 我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 就是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所以他的表态非常的清楚 继续刺激 而且强刺激 那么首先呢 这个和去年的基本面 就比较的类似啊 至少从刺激上来讲 比去年的这个刺激规模 略少一点点 就最大的那一次 略少一点点 但是之前我们说 已经刚刚过了一个9000亿 现在又多一个1.9万亿 所以整体上在这一块 预期呢 是可以去满足的 也就是继续保持一个通胀预期 继续向市场进行注入这个流动性 继续市场向这种民众 发放更多的补助企业 提供更多的贷款等等 帮助他们去保留工作岗位 帮助他们去拓展新市场 帮助他们不至于去破产 这是从 我们说从股市的层面上来讲 对于企业来讲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好了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却又看到了另外一点 就是在更早的时候啊 在这一份这个措辞里边 就有点不一样了 这个是在更早的 这个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说过的 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 他说呢 耶伦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澄清了 美元呢 不会走什么呢 不会去打压美元的路子 不会去寻求美元贬值 从而去提供 这个贸易的这个竞争力 那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一边呢是在大量的放水 一边呢是在说 不要求美元贬值 那么这两个方向 很明显是很难去把控的 或者说是很难去统一的 如果你有大量的刺激计划 那很明显美元不贬值 那就非常的困难 除非什么 除非美联储这边提前缩表 那就有可能 但是美联储的表态又是说 目前仍是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和政策 仍旧需要市场需要提供帮助 所以看起来啊 那么市场啊 耶伦说美元不寻求贬值 同时提供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那么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咱们说市场 有时候咱们看新闻的时候 就是你不要看他在说什么 你主要是看他们在做什么 或者说看华尔街在做什么 看这些资金大的资本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压住什么 咱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呢是美元的走势 白线是美元的走势 然后下面的这个虚线的柱子啊 这些柱子呢是头寸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明显的对冲基金的头寸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来到了2018年的水平 低于2018年 实际上这个头寸的规模 是2011年5月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个空头头寸 就是截止到1月12号 我们说上周的时候 不是说这一周 上周更早前的一周 整个对冲基金呢 是累计了340.4亿美元的 巨额的美元的净空头头寸 这个是2011年5月以来的 最大规模的一个空头头寸 所以资金和资本表达了强烈的 看空美元的情绪 尽管耶伦说了 那么不寻求美元持续贬值 那我们就看一看 下个星期或者再过两个星期 那么美元的空头的头寸 会不会有所减少 或者说是不是看多美元的头寸 开始增加起来 以此来判断市场对于资金 对于市场的压注 到底在哪个方向 因为咱们说 咱们散户在市场里面的能力 或者说资金是有限的 那么更大的资本 更大的资金都来自于华尔街 来自于大的机构 来自于大的对冲基金 来自于他们 他们的综合的力量方向 可以去决定市场的一个走向 所以咱们的小散 都只能去进行一个跟随 那么根据目前这个状况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市场的空头的力量 过于强大的时候 某一个临界点 如果来临的时候 比方说空头已经开始 大幅获利的时候 他们要买入做多 去进行一个回补 去平仓掉他们的空头头寸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一个大幅的反弹 也就是说美元 如果下跌到一个临界点 这么大的一个空头头寸 如果出现了反弹 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 会出现美国的 我们说美国的美股的 美国上市公司 就是属于美国企业的 在美股上市的公司 大多数的企业 它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种全球贸易型的企业 如果美元大幅的升值 那么这些会导致 美国的这种出口型的企业 或者是全球贸易型的企业 他们的业绩会受到非常巨大的挑战 这个也就是股市风险最高的时候了 我们说股市上涨什么逻辑 要么有钱对吧 要么有业绩 总有一方面要站着 那么在现在 钱已经把股市堆得很高的情况下 我们仅能靠着业绩的增长 那么如果业绩不增长了呢 如果业绩增长 已经吃掉了未来几年的涨幅了呢 是不是就是它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考虑 我个人呢 我认为啊 目前因为有一个市场非常强大的 一个刺激的前景的预期 在整个市场现在 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说 好像呢 似乎还没有出现特别大的一个 暴跌 或者说大幅回调的一个推动力 现在还没有形成 但是这个呢 后面肯定会有 毕竟现在整体市场的估值水平 市场的PE水平 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历史高位了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那么我个人从操作上 那么我预计呢 由于我们说市场现在在炒作什么 炒作6月份可能会释放的 美联储的一个缩表的信号 这是市场啊 现在正在炒作的另一轮预期 那么这个预期如果兑现 大概会在什么时间点 预计就会在4月份到6月份 也就是咱们自然年度的第二季度 所以如果耶伦这边持续的认为 现在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刺激 能够继续的去推升股市的上行 那么一季度如果市场继续上行 我会做好在二季度来临后的 获利离场的这么一个计划 或者说继续放大利润的情况下 我会去做有效的对冲保护的计划 去做一下保护 因为一旦市场真的开始掉头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发现来不及 或者说你走的时候走的比较晚 或者是对冲保护不够 你的利润回退比较多 这个就显得比较的可惜 那么到时候 我会把这些更新的一些计划 比方说离场了 或者说是我做了一些对冲 怎么样做的 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更新 如果市场的预期更早就兑现了 比方说缩表的信号 我们说它不寻求美元贬值 那么美元不贬值 你现在这么大量放水 不贬值那可能了 不可能了 如果你又要维持美元不贬值 让市场自由去进行一个这种运行 那么美联储这边可能就有动作了 所以如果它更早的兑现了这种缩表预期 或者说美元不贬值 美元反弹的这么一个预期 我可能就等不到第二季度了 就开始要对股票做处理了 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的计划 所以在这里我也是提醒各位 在现在目前股市的状况下 大的基本面就是这些 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从股市单个的个股的业绩层面上 其实大家去看他们的财报 看他们的前瞻的预期 其实也能看得很清楚 前瞻他们的增长 基本上吃得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希望大家在这个位置 仍旧还是那句话 控制好仓位 要么你就在高位 你要去追的 你就买好你的保险 一定要谨慎的去追高 好吧 这个就是我主要是想带给大家的 对于一个大的 从基本面上的一个判断 从其他的更多的个股上 那么在下个星期 实际上市场中有非常多的财报会出来 有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公司行业 比方说美国银行 比方说Netflix 比方说高盛 这些都会在下个星期会出来 还有包括像阿斯迈 这也是属于半导体里边一个龙头 也会出来 包括像什么 还有宝洁这种公司 还有像什么 英特尔 还有像运输业的UMP 还有IBM等等 包括其他的一些运输类的公司 在下个星期都会陆陆续续的披露财报 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些行业在市场中 都占有比较大的一个比重 或者说是知名度也好 或者说是资金的吸取量也好 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下个星期的财报出来之后 我也会跟大家去实时的去更新 去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财报 在出来之后 各个公司的主要公司的一些估值 支撑压力的一些水平 包括一些未来的一些 他们财报里提到的一些 前瞻性的一些这种预警 我这会跟大家来讲到 好吧 我们会在财报这个季度里边会尽量的 有可能会加更一些节目 比方说在盘前的时候 如果他出了一些财报 我有可能会去再做一些盘前的节目 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些财报的东西 那么有可能是在我现在的视野 环球财经的频道 也有可能是在我另外一个副频道 叫视野短财经 那个频道 我也可能去更新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 希望大家还是多多的 要从自己要去获取信息 第二个我这边也可以当家给大家提供一些辅助的信息 好 这个就是我们说下个星期市场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大家要看一看周二的时候 耶伦在听证会上到底是怎么去解读 第一关于美元的 第二是怎么关于财政刺激和救助相关的一些政策的 对于市场 预计周二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咱们就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